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交易期间他是在开票 可是我觉得结果有一点点让人意料之外 就是对我来讲 因为我原先以为 因为他们之前还没有开始投票的时候 两个人的民调其实是互有领先 很胶着 可是没有想到开票之后 反而是川普大幅的领先 一路这样子领先 贺锦丽他在后面追赶 而且你如果去看很多开票的网站 他都是用美国的地图一周一周 然后谁赢了 像川普他就是红色 贺锦丽他民主党的话就是蓝色 可是整个美国的地图几乎是一片红 而且川普这一次他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不止他有机会再进军白宫 另外在州长的选举 参众两院 其实都可以说拿下了一个胜利 但是我们讲说 老师大家当初都担心说 如果川普时代再度来临 台股应该会跌 因为不是说要收保护费吗 不是说我们抢走他的金片吗 可是你看昨天的台股是上涨了110点 那么昨天的台积电盘中还再创高点 来到了1080块 最后收盘是涨了大概有 0.95%左右 那么来到了1060块 怎么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老师怎么观察这个变化呢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认为说其实未来不管是贺锦丽 或者是川普当选 就根据过去这个三次的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统计资料 从这个2012年到2016年 还有2020年 选后一个月 台股上涨的这个几率 是非常的大 几乎可以说是100% 也就是2012年有5% 2016年有2% 2012年有10% 平均下来选后一个月 上涨几率有6% 6% 平均的涨幅 对对对 那选后三个月 平均的涨幅也有13% 所以我觉得说不管今天是川普 或是贺锦丽当选 其实对于台股来说都是一个大大的利多 因为总统这个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 台股就会走自己的路 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市场最害怕就是不确定因素 对 那我自己解读是总统选举到底谁当 其实这是其次 但是不管是男总统或是女总统 其实他们上任之后 首要的任务当然就是维持经济正向的一个发展 而且股市不会掉下来 好大家回想一下 其实在川普第一届任内 其实美股是涨很多的 对 台积电也涨很多 那川普他除了是一个对政治蛮有野心的 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狂人好了 因为毕竟他有一点常常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些发言 但是他不可会言 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而且他之前他在任的时候 大家都一直说川普投股 对 就觉得他自己开头无公司的 他一直把他在任当中 股市的一个非常正向的成长 当成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第一届他上任的时候 台股市重挫了一天之后就缓步的往上涨 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已经很熟悉他的作风了 没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呢 虽然选战这个川普是获得了胜利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台股甚至台积电的反应方面呢 却是以上涨来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那昨天呢在台北股市当中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特别想要跟佳颖老师来聊几档老AI股 可以啊 其实都是佳颖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看到昨天称盘的这些老AI股 其实不是大家所熟悉的F4了 反倒是台积电 伟创还有呢 技嘉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辉达 辉达他的市值呢 正式超越了苹果成为这个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 同时他即将成为道琼的这个成分股 可以说是呢 利多不断 那么当然了 辉达是他的这个利多不断之下呢 伟创是他的这个相关供应链呢 股价在昨天也来到了波段的新高 老师怎么看 AI这样的一个重新雄风再起 甚至带动台北股市很多老AI股呢 重返荣耀的一个过程呢 好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跟这个德宇提到啊 我记得那时候这个辉达其实还没有突破市值 在这个全球要去龙头的时候 我们就有说过说 以他现在的股价大概在130 120块左右 对不对 未来的这个美银的部分 也预测他未来有机会到190 对 对 那黄文轩也说 维克威尔的需求非常的疯狂 没错 其实出现了瑕疵 他又出来喊话说是回答的问题 跟台积电没关 结果股价又给他创新高 但重要的是未来一年都卖光了 对 未来一年都卖光了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些老AI的股票 真的就是在回答在这个地方 创下这个市值的宝座之后 给他有所表现了 对 甚至趴在地板上 我们昨天来讲的英业达 对不对 还在这个地方 哇 呈现一个台股 这个成交量 非常强的一档公司 当然是前 我记得 英业达他昨天的一个成交量 其实是在台股来讲的话 应该是前三名有 没错 讲到这个英业达 我觉得完全符合 佳颖老师所提出来 在第四季选股的一个重点 第一他有题材 对 他是AI 对 第二呢 他有数字 对 因为呢 他刚刚公布的十月份合并营收 比九月份要成长了 大概有15%左右 那么也比去年同期呢 成长了有60%啊 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老师 嗯 我再偷偷问一下 可以啊 英业达 他不会也是个多元概念吧 他绝对会是啊 哦 因为我们前一天才跟大家分享 嗯 他是所有AI伺服器里面啊 唯一一个可以自主研发 这个AI的这个晶片的一个大厂 而且我们昨天才在节目上说 黄仁勋还在这个 Computest展替他签名 对不对 对 除此之外 他还有AI的机器人 他也有机器人哦 很多人都不知道对不对 对 那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好 AI的领域 英业达先前 我说他锁定了智慧工厂商机 嗯 所以未来他要进军 这个服务型的机器人 嗯 持续扩大是垂直整合的应用领域 所以他也要走向 红海那样的一条 台积电那样的一条龙 没错 垂直整合 对 所以你假如找我英业达 我所有的一条龙 通通帮你做到好 而且成本相对也会比较低一点 对 还有一件事情是电动车 他也要做跨路 什么 电动车一马屋 对 因为他之前呢 有告诉大家说 车用电子的上中下游的供应链 非常的整合困难 所以应业打算是比较早投入 这个车用电子市场台厂 那2024年底 整条产业内卖向成熟阶段 2025年车用电子的营收 就有机会挤住他的这个表现 嗯 对 那大家我刚刚是分享AI的伺服器 自研的晶片 对 还有AI的机器人跟电动车 对 结果之前不是跟德鱼分享说 全球四大云东服务工艺商 是不是扩大资本支出 没错 对不对 那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先前是传出 苹果跟百度 还有阿里巴巴要合作 抢攻中国AI的应用市场 对 也就是说中国AI伺服器的需求 有望明显的提升之下 应业打又是百度 阿里巴巴伺服器的代工伙伴 也就是说苹果如果抢攻 中国AI的应用这块领域之下 应业打也吃到苹果的定带 所以他也进阶变成苹果的partner了 没错 哇 难怪他能够一下子 从这个趴趴熊 不只站起来 还非常的凶猛 没错 你可以观察到 应业打最近的股价 真的是跟之前那样软趴趴的感觉 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伟创在昨天写下的波段新高 那么应业打趴趴熊站起来了 那么成交量位居台股的前几名之外 还有一档老牌的IP股 世新我们曾经的股王 哇不得了 一路跌跌跌跌跌到一千多块而已 一千八百多块 但是他居然在昨天是涨停版了 好 那么世新可以说是IP股的领头羊 涨停版非常重要的宣誓意味 有没有可能把IP股整个带动起来 他又是有什么样的利多 可以让他亮灯涨停呢 休息一下 把时间留给大家 加入嘉莹老师的Live粉丝团 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进一步的讨论台北股市 还有哪些获利的机会咯 继续回到我们股市齐华后的节目现场 邀请到的是在经济日报选股比赛 冠军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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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连拿八级的冠冠军 同时呢 他也是最年轻的选股冠军 记录保持者我们的张嘉莹老师 在节目现场 好 那么刚刚这个我们有粉丝啊 这个透过嘉莹老师的Live粉丝团 直接发问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有任何的问题 持股方面的问题 或是你有资金 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赚这个 第四季的行情的话 其实都可以透过嘉莹老师的Live粉丝团 直接跟老师来做互动 像刚刚呢 我们就有一个这个粉丝朋友啊 他透过Live粉丝团就说 老师老师老师 我刚刚很专心在听你的节目 对 可是我来不及记耶 你说音乐达它是一个多元题材 我只记得它是做那个伺服器的 然后还有什么电动车 可是其他的题材他忘了 他来不及记 老师可以再帮我们复习一下吗 可以啊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刚刚有跟这个德宇分享 其实音乐达这支股票 是含有六个题材 六个题材 包含的第一个是AI的伺服器 第二个是GB200的部分 第三个是自主研发AI的晶片 第四个是AI的机器人 第五个是电动车 第六个是苹果 你有没有发觉 全部都是现在最夯的题材跟潮流 重点是 重点是 他的股价多少钱 他的股价 我记得才50几块吧是不是 没错 我记得音乐达 他可以说是AI伺服器里面最便宜的 你知道吗 就算他今天涨了快要半根 他也才不过52块出头 也就是他是所有AI股 没有超过100块 对 他连60块都要努力 100块以上 因为他加油 好不好 他的钱高才61块8 他现在的位积相对低 他是在这一两天才开始出量 然后开始一个的 一条一条的收复均线 那么在昨天 他终于站上了所有均线了 那么后续怎么样掌握呢 可以请大家跟着嘉莹老师 持续来做观察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昨天的量 可以说是台股前几名 那么大概有16万张左右 对 老师他这个算是报大量吗 还是说其实 相对于他之前来讲 可能要突破前高 还需要量方面还要再增加 我觉得他16万张是非常漂亮的量 怎么说呢 因为量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底部报大量 一种是高点报大量 那他算是底部报大量还是高点 他算是底部 怎么说呢 因为他前一波 在61.8块钱 7月15号这一天 差不多13 不对哦 各时百千万 对 13万张 没错 对不对 13万多 对他在7月15号的时候 是爆出一个13万张之后的一个巨量 然后创新高 黑黑棒之后就一路的回档到41块2 对 那他从401块2又反弹到近期 昨天的这个前天的这个高点 已经站稳了半年线之后 昨天的这个前天的量能是11万张 结果昨天的量能来到16万张 等于是说 他是呈现一个价涨量争的态势 而且他又是刚刚的站稳半年线的大观 所以短线上我认为说 他其实在AI伺器里面来说 是位阶非常的低的股票 那其实技术面的部分 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KD指标在11月4号出现了黄金交叉 对 所以他现在站稳所有均线 然后KD指标用黄金交叉 那接下来怎么观察他价量的变化呢 好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除了有滚量上工的意味存在以外 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可以发现到11月5号这一天 三大法人同步的站在买方 甚至光是外资一天就敲进了25000张之都 那无疑的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外资非常认同这一支股票 对 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敲了25000张 对不对 好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观察 因为他可以算是带量突破 这个量呢虽然是这个比之前多了比较大的一个幅度 但是是不需要担心的 好那么讲完了这个老AI之后啊 其实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IP股 老牌的这个AI的IP股呢 这个世新KY 昨天涨停板了 老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多可以让他真的是一吐闷气 好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IP的股票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他们的股价都非常的高 对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做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IP的这个部分 他其实第一他没有库存 对 而且呢 目前来讲除了这个晶片部分之外 其实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有很多的厂商其实找上了世新 要自研晶片 没错 所以他们有另外的一个这个 这个收入的来源 没错 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世新今年累计前9月份的营收 年增率83% 83% 对 很强耶 而且他前三季EPS来到58.43% 那其实法人预期啊 他今年有机会赚80块钱 对 那你要想 那他的本益比大概要多少 应该是说从他去年的 IP的本益比会比较高哦 对对对 大概比较高嘛 那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 也就是说他2023年只有赚45.5块钱 可是他2024年从45块 跳跃式的变成80块钱 乘以2哦 对将近乘以 对不对 对将近乘以2哦 对对对没错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的这个获利的来源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单季的毛利率法人 已经预估有机会到 20%以上了 毛利率非常重要 代表的是说 你扣掉一些 Lily Coco的成本啊 那些什么 你实际能够拿到手的钱 没错 那当然这个毛利率越高会越好 对 那刚刚有说啊 跟德鱼分享 去年其实只有40几块 对 今年可以挑战8个股本 一个股本是10块钱 那你说他从底部 也跟音叶达一样 出现了爆大量的现象 我就告诉了大家一件事情 曾经已久的 啪啪熊的IP股也有机会在 世新KY的带动之下 走出一段波段的行情 好 老师那你怎么看 比特币呢 因为从这个川普他 开始要参选 一直到他这个正式进入 重返白宫 比特币其实 越接近投票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越高 甚至呢已经冲破了7万美元的大关 那么再创历史新高 来到了这个7.5万美元 那最近呢台股的这个 在虚拟货币概念部分呢 像是这个汉逊啦 利台啦 一些这个板卡 甚至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技嘉 他也是有比特币概念哦 表现都很强 老师怎么看这个股群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比特币挖矿就是要用什么东西挖矿 用板卡去做挖矿 对不对 那效能越高的这个电竞相关的这个板卡厂 我觉得是最有潜力会做受惠的 那之前其实有跟德宇 还有大家分享过2376的技嘉 对不对 我记得是前天分享给大家的嘛 那我那个时候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说欸技嘉这间公司 对不对 因为受到这个比特币的激励以外 更重要的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美超委的财报安永不敢做 会计师签认 对不对 所以他是最大的转单效应的受惠者 对 所以他除了有这个比特币的加持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美超委的这个转单效应出现 你看他的这个股价 真的就如同我们跟大家说的一样 对不对 已经站稳了半年线之后 节节的高升 你说世新KY还没站稳半年线 但是技嘉修正整理的 也是属于趴趴雄 但是他已经站上了半年线了 而且他的日线也出现了两根红黑棒 所以我觉得技嘉这支股票是非常的具有潜力 投信近期已经默默的持续的在做卡位的动作 对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了 这个第四季呢 也是一个作帐行情 那么投信要持续的作帐 还有很多的公司集团也都要作帐 所以呢 嘉颖老师跟大家分享的 在这个11月份有四大主流 当然包括了AI AI有很多 这个CPO啦 COWAS啦 机器人啦 散热等等 双11相关的消费概念也不要忘记 还有呢 电子忘记的受贿股 苹果就是当中的一项 另外还有电动车相关的零组件 如果您还没有拿到 嘉颖老师帮您准备的这一份 迎接11月四大主流 玻璃灾的相关非常重要的资料的话 都可以透过嘉颖老师的LINE粉丝团 直接敲敲嘉颖老师说 老师老师 我想要跟着你 一起成为台股冠军 那么拥有这份非常重要的 11月四大主流哦